万物成其方圆,可雕可树 在岭南雕塑工艺中 木、玉、砖礼等均可成为载体 讲述岭南民间故事 这种既与中原文明一脉相承 又应对外交流频繁而兼收并蓄 极具地域韵味 每一件作品在现实世界中显露 都凝聚着创作者的心血 我是曹雪 艺术中看见文明 寻找湾区民间文化力量 岭南雕塑如何与这片热土相伴相生 岭南雕塑工艺构建了岭南的精神空间 潮山过番,侨民发达后 喜爱新建宗旨,返补护礼 以木为本,修之以经 潮州木雕的金碧辉煌 使我无法移开目光 但在这霸气的外表下 是潮山人不灭的家族精神 这件金漆木雕大神刊 正是岭南海外游子 不忘故土的写照 螃蟹、水草、龙虾等海洋元素 被用在家族宗旨 是潮山先民对子孙后代的美好祝愿 也是他们开拓进取精力的精神符号 随着宗族观念渐渐淡化 作为传统木雕空间载体的宗旨 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但潮州精气木雕依旧焕发活力 民间木雕师坚守创新 接力传承 多层次 你工屋好就做深一点 做多层次 哇 顾大师 这个作品好像体量很大 这一个就是我们潮州最有特色的一种最古老的贴金 潮州人对于海洋的清理已经把它刻入到自己的DNA里面了 看这里面好像全是海鲜一样的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潮州人临近海边嘛 对 就是说这个有这个轰收的景色 是 以潮州它本身就是从鲁通雕做到各种各样的立体 嗯 可信出来 嗯 它为主一个特色就是说 四面八方 不管哪个角度都可以看 是 岭南雕塑工艺在方寸之间就有戏场 陈家池这一岭南地区规模最为庞大的传统形制宗石建筑 集合了景形色色的岭南传统雕塑 这些雕塑也成为了首艺人讲古的戏台 巨贤堂十二格散木雕运用枝字形构图串绵从桑州指宋代的历史传奇故事 墙底上的砖雕用多层砖层营造空间感 随着光影变化跃然墙上 屋底上的桃树运用三字形构图展现出完整的故事长卷 广东人也将桃树轻力地称为十万公仔 石湾是中国陶瓷名镇有超五千年的制陶历史 从宗祠几上到百姓家中 石湾公仔以人物题材建长 这套祖术十八罗汉出自石湾陶硕大家刘泽棉刘炳 采用石湾传统的石榴红柚 1992年它的铜款由广东省政府赠予泰国淡佛院 石湾公仔兴盛于民间和海外 澳门香港的庙宇屋极上也有石湾制造 岭南雕塑工艺承载了岭南的世间百态 白切基这其实是广陵玉雕 地支这其实是石湾陶树 从民间生长出来的岭南雕塑工艺 也将民间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潮州鼎盛时期的大吴黎树是家家户户的座上兵 是人们在传统节日游神赛会取妻生子等重要场合 必不可少的摆见 大吴黎树在东南亚等地的名气 称为中国三大黎树 POP1 我们既能从过往的大吴黎树作品中 窥探鲜明的生活方式 也能在如今的作品中 再见 心生命力 这个作品很有趣 这让我猜一猜 它是不是取材于潮州本地的习俗呢 是是是 对 被你猜中了 是我们潮上地区 一个最传统的出花营的仪式 就是每一个小孩子在15岁的那一年 就想一个吉祥的日子 举办这样一个仪式 就是成人礼的仪式 成人礼 这好像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大场景的这样一个作品 嗯 是是是 这一套作品它是2013年呢 也是画这个民间文艺商华奖 你看做得很精细 太棒了 太棒了 岭南雕塑工艺 一刀一着下 是务实又开放的岭南精神 是从古至今的风土人情 大湾区 因着文化血脉的串联而更紧密 它远远流长 却生机勃勃 至今仍是我们新生代的艺术家 创作的源泉 ampf 建树 骗 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